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民进党全国党代表大会今天于原山饭店登场,包括总统蔡英文,行政院长赖清德,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,清北市长参选人苏真昌等人接出席,现场关盖云集。 谈到市长柯文哲海选竞选团队,姚文志会前受访说,选举到了,噱头摆出,若自己有四年时间,团队一定非常坚实,不会离心离德。 姚文志会前受访谈到对年底选举是否有信心?他说,当然有信心,毫无疑问,今天党内团结一致,共同努力对于柯文哲海选竞选团队。 姚文志表示,选举到了,不断放出这种海选噱头,若给他四年时间,自己的团队一定非常坚实,不会离心离德,柯四年前参选英媒团队才海选,但四年后留下的又有几个? 现在柯师傅团队三,四十岁以下又有几个?大家都可以算。 姚文志说,寻求选民支持,受重市政,而非搞选举噱头,左右消息传出,柯文哲在海选竞选团队时,传授面试者回应反弹声浪时,谈到敬老金一提,脱口而出。 你要讲说你们就是贪婉的老人,你们他妈就是没拿到一千五百不爽,所以不投给柯文哲,你骂他他更不爽。 姚文志说,消息传来传去,他不清楚此事是否为真,无法回应。 他强调,重点是整个敬老津贴,是完整社会福利制度,维系时代兼公平,也是北市未来推动注目之处。 有记者问,直到今天才与苏贞昌合体,如何看待此事? 姚文志表示,很自然,今天本来就是民进党团结大会,大家聚集在一起,也不只有苏院长,也包括全国县市长。 上下一心,绿色执政,品质保证,这个招牌从今天起持续擦亮,直到赢得胜选。